汉邪宝马竟被插在这树枝之上 小杰三人站在这三棵大树前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像是某种神秘的祭祀 但万万想不到 这仅仅是一种蚂蚁的食物 突然它们的身后 传来一声充满敌意的呵斥 看着眼前的欠和意 小杰和奇亚露出了满脸的不可自信 从未见过如此长相的生物 同时也惊叹它的能力 可以将自身的气息完全隐藏起来 只见对方长得 长得出奇的耳朵 但又拥有像人类那样 可以站立起来的身体 两眼充满杀气 这时他抬手指了指数上的马 表示这些是他的东西 下一秒却直接冲向了他们三人 凯特直接避开 于是兔子直接一挥双手 将小杰和奇亚直接弹开 格挡下这一招的他们 身体此时竟然有些颤抖 而故意要让两人提升能力的凯特 退到了树下根本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小杰他们全身释放出强大的面 兔子也感觉到两人的变化 小杰奇亚直接展开了攻势 一前一后加劲制 虽说这兔子只是略强一些的普通士兵 但对于不熟悉 他们攻击方式的二人来说 马上就吃了兔子的两机重剂 不过奇亚立刻调整 一跃到半空中 下一刻发动他的进攻 这一击直接将兔子麻痹在原地 这时在一旁的小杰 直接打出了他的小太阳 一把命中将兔子轰上了天空 突然一道奇怪的声音 将半空的兔子掠走 原来是师团长科尔特 兔子被救时暴怒到了极点 一声怒吼放出了狠话 扬言在见面时一定会堪吃掉